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悟空的身世也和石头有关 书中记载东盛神州奥来国有一花果山 山顶一石产下一猴 石猴求师学艺得名孙悟空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 这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 还有就是贾宝玉 在石头地里 它是女娲补天 剩下的一块丸石转世而生的 要不怎么一出生 就口含着通灵宝玉呢 这石头为什么总是被人赋予遐想呢 有人说啊 因为石头有灵性 甚至有生命 这话啊 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说 或许无可厚非 可是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 这就有点问题了 花草树木 虫蛇鸟兽之所以有生命啊 是因为它们有着新陈代谢 生殖与遗传的生命属性 可是这个石头却没有啊 但是呢 要说起大千世界的各式各样的石头啊 确实有很多奇异的现象难以解释 这不 有这么一位李老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件怪事 十几年前 家住桂阳市的李景阳老先生 将几块石头放在了花盆的土壤当中 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原来这就这么高 现在长着这么高 李景阳告诉记者 这些石头最初的长度大概四五厘米 在盆景中放了十五年 现在已经有十二厘米长了 最奇特的是 这些石头并不是以垂直方向生长 而是散开枝叉 层叠生长 而且还望外长枝子的 这石头不仅能长高 还能像树木抽枝一样开枝散叶 这可真是闻所未闻 不过您看这石头长出的这个枝叉 是不是有点像它 有枝有叉的 还有着腊质般的光泽 这是什么您一定认识 这是珊瑚 它是由海洋中的珊瑚虫的骨骼 不断的堆积而成的 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物质 珊瑚正是一种能够缓慢生长的物质 那么李老先生家里能长高的石头 会不会就是这个珊瑚呢 虽然花盆里的石头与珊瑚在外形上十分相似 但是珊瑚的生长条件十分苛刻 不仅需要适宜的温度阳光 而且还要从附着的海藻中汲取营养才能存活 因此它的生长十分缓慢 大约一百年才能生长十厘米 而李老先生的石头十几年就长高了七厘米 虽然生长速度远高于珊瑚 可如此相似的外观 还是让记者好奇的追问 这些会生长的石头究竟是不是来自海洋呢 这疑问彻底搞清楚了石头与珊瑚的关联 他们根本就不是从海里捞上来的 不过他们的来历也非同寻常 原来这位李老先生退休前是一名地质工作者 十几年前他在贵州省碧节市一个叫织金洞的溶洞进行勘探的时候 提取了一些岩石的样本 样本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实验室 用于各种研究了 剩下这么几块小石头啊 李老先生就随手放到家里的花盆里了 不成想 慢慢的这个石头啊 竟然自己长出了枝叉 这一离奇的景象让李老先生也搞不懂了 你说这个石头它怎么会长呢 难道是当年提取这些样本的那个枝金洞里有什么蹊跷吗 为了揭开石头生长之谜 贵州工业大学资源工程系的严荣专家荣坤方教授决定去石头的出产地织金洞进行考察 织金洞位于碧节市观寨乡 距离省会贵阳市一百九十千米 进入织金洞 只见高大的洞厅里石损中乳石随处可见 造型奇特的石头让人浮想联翩 这块酷似古代巢靴的石头被称作霸王靴 专家说 至今洞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洞穴 水流经过石灰岩裂系进入洞中 形成碳酸钙沉积物 随着洞顶滴水口的数量由少变多 水流长期侵蚀 便形成了巢靴一般的形状 紧挨着霸王靴的是一个巨型头盔 高度足有十米 它的成因恰是洞顶滴水口逐渐缩小所致 在喀斯特洞穴当中 由于沉积作用 石头逐渐生长成为了靴子呀 头盔等象形物 这并不奇怪 那么同样取自于织金洞当中的那几块小石头 长成了树枝状 是不是也在情理之中呢 这可不一样 老陈我得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都知道 当年有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砸在牛顿的头上了 砸出了一个万有引力定律 这是砸的牛顿头上了 要砸到我头上最多就是捡一苹果吃 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是什么呢 有句俗话可以解释 那就是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由于地球引力的存在 受重力影响 高处的水啊 它就会向下流 也就是往低处流淌 而人却不一样 人可以克服地球的引力 向高处走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是力改变了物质的运动状态 在织筋洞当中啊 那个大王靴也好 那个头盔也好啊 他们都是洞顶水滴 不断的下落 碳酸钙物质不断堆叠而成 是重力作用的结果 可是李老先生家那个石头呢 却是主动的向上生长 这也就是反重力的现象啊 这可就不同寻常了 这石头本身呢 因为它不会发力 那么让石头生长的这个力 究竟来自于哪里呢 当年的这些石头样本 采自织筋洞的什么区域 现在洞里的这些原石 是不是也在生长呢 在一块壮丝海豚飞跃的石头前 荣教授说 李景阳家中的石头就取自这里 当年的那些石头样本 在十几年间 已生长出了枝叉 那么这块巨大的原石 较之当年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那个皮肤啊 很光滑 那个跟那个真海豚的皮肤一样 如果你稍微站远一点啊 看的话 那个嘴和那个鼻子啊 还是微妙微强 您看啊 这就是当年的海豚飞跃 当时的海豚呢 这个皮肤光滑水润 而如今却已经长出了一簇簇的球状物 您再看这儿 这就是李老先生当年从海豚飞跃石上采集的那些样本 如今它们不仅都长出了枝叉 而且都是斜着 你看斜着向上生长 专家说呀 这在洞穴沉积环境当中啊 非常罕见 那么这种反重力生长的石头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难道织筋洞的洞穴沉积类型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织筋洞中的这些石头为何能克服重力作用 呈现出开枝散叶向上伸展的状态呢 是一种繁重力沉起 用滑小沉起的观点来概设 很难概设 荣教授说 他曾见到过一种特殊的洞穴沉积物卷曲石 球之伸展姿态豪放 同样呈现出反重力状态 后来的研究显示 卷曲石石管中空内含水气 它的生长竟和一种自然现象有关 在自然界 植物经内的导管就是植物体内的毛细管 管道下方的水分可以沿着毛细管上升 可这种作用又是如何体现在卷曲石上的呢 中碳酸盖的浓度很高 很容易解禁 很容易沉淀 那么就是在管内 在流动的时候 沉淀了 沉淀了就堵写了管道 管道中的水分聚集后 通过毛细作用开辟新的通道 这样周而复始多次转变方向 就出现了反重力的生长现象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 你看这是我们常用的纸巾 我把它已经剪成了细条 剪成细条干什么呢 把这一头放进这杯有颜色的水里 大家看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放进去 看 看看 我转一下方向 您看啊 这个颜色在慢慢的往上延伸 是不是 生活当中类似的情况 还有粉笔吸墨 砖头吸水等等 这是因为在这些纸巾也好 粉笔砖头也好 这些物质当中存在着很多细小的 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管道 液体呢就会沿着这些管道上升 那么在织巾洞当中 海豚飞跃的生长是否也是毛细作用的结果呢 然而专家很快发现 海豚皮肤上的枝叉并不是中空的结构 它的生长应该和毛细作用无关 正当一行人准备离开织巾洞时 在出口 容教授却被一片斜向生长的中乳石吸引住了 考察队发现 石头的倾斜方向都是向着洞外有光的一面生长 难道这些石头具有趋光性吗 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在夏季的夜晚 这个路灯下总会聚集着不少飞蛾 蚊虫 这是因为这些昆虫啊 它们一般都有趋光性 在自然界呢 植物朝向太阳的一面 叶子生长非常茂盛 有的还随着太阳的转动而转动 最典型的就是向日葵 可眼前这些冰冷的岩石 竟然显现出了生命体的特征 也有趋光性 难道这些石头不是化学沉寂物 而是某种生物吗 这一发现让荣教授十分兴奋 他做出一个大胆推测 这或许是一种新的沉寂类型 生物沉寂 很快在至今洞内 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生物沉寂的证据 就是他相同的东西就集中起来 甚至就聚一声 荣教授说 这种中乳石与之前建到的其他石头完全不同 是较小个体聚合在一起 表现出分叉复合现象的沉寂形式 而这种聚生性也是生命体特有的性质之一 如果这一切真的与生物沉寂有关 那么这种生物究竟是什么呢 荣教授说 上个世纪末 在巴哈马群岛 有些人在一些水滴沉寂物中 发现了枣纹层 这有可能是蓝藻的一种 蓝藻是一种没有根莖叶分化的低等植物 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能在极端不良的环境下存活的植物 荣教授说 一万年前很多陆地还是一片汪洋 之后由于地质构造运动 海底抬升 隆起的部分因为水的冲刷侵蚀 发生塌陷 形成溶洞 荣教授推测 当初海洋环境中的蓝藻 极有可能附着在抬升的山体上 之后继续生长在年龙洞穴中 那么枝金洞中出现的生物个体 到底是不是蓝藻呢 在洞穴深处 一块布满黑色物质的石头 引起了荣教授的关注 这个地方有些黑色的 这种黑色和这种黑色 也是也是的 它可能就是造色 按照荣教授的推测 从形态上看 这种黑色物质 很像是布满枣丝体的蓝枣化石 这一推测是否成立呢 附着黑色物质的石头样本 被带回贵阳 在高倍显微镜下 它的真实面目一览无余 它叫蓝灶 蓝灶的蓝 蓝灶这种 枝金洞中的黑色物质 正是蓝灶化石 这无疑为洞中生物沉积现象 提供了新的证据 但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蓝灶是一种需要光营养的植物 而漆黑的洞穴 并不具备光合作用的条件 在枝金洞 除了洞口的石头能够沐浴阳光外 其他呈枝叉状的中乳石 都是在弱光或无光的条件下生长的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就在此时 国外科学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有了新的突破 他们在幽深黑暗的海底 发现了蓝灶个体 这为蓝灶可以在没有光线处生存的观点 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而荣教授的研究团队经过常年对洞外的石头样本进行跟踪比对 最终发现 枝金洞内外的石头生长状态处于同步 这证明光照并不是蓝灶生存的必需条件 荣教授依据大量标本和详实数据形成的研究报告 得到中科院院士 岩蓉地质学家 袁道仙等专家的充分认可 至此 石头生长之谜终于得以破解 这些石头 准确地说 是一种原古藻类的聚生现象 作为生物 能够生长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由此引发的研究课题 最终还发现了我国第一个 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以生物沉积形成的洞穴 贵州的枝金洞 原来这会生长的石头 真的是有生命的 枝金洞中的这些石灰岩沉积物中 包含着古老海洋灯中留下来的蓝藻物质 所以一旦温度湿度条件适宜 它依旧会缓慢的繁殖 这石头要是疯狂起来 说实话 那可真是千奇百怪 云南师范大学的张虎才教授 在一次野外考察的时候 发现有一种石头竟然会拐弯 这又是一种违反重力作用的现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九乡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以东九十三千米的群山之中 距离著名的云南石林仅二十二千米 这里是中国喀斯特洞穴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在五十三平方千米的区域内 集中了一百多个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溶洞 几年前的一天 张虎才教授走进一个叫蝙蝠洞的地方 大量垂拳而下的中乳石 扑面而来 好似进入了石头构成的热带雨林 很快 有队员发现了一种弯曲的中乳石 它们有的壮如宝刀 有的形似弯钩 还有些好似一根根扭曲的老树根 数百根大大小小的弯曲中乳石 连成一片倒悬空中 气势惊人 在喀斯特洞穴中 由于重力作用 往往会形成直上直下的石柱 石损等洞穴景观 而蝙蝠洞的石头 为什么全部成弯曲状呢 是什么力量导致它们偏离了重心方向呢 确定它发生变形的原因就有两种 一种就是它本身形成过程中间 受某种力发生了统一的或者有规律的变形 第二种 那就是它形成以后 由于受到其他外力作用 它是否发生变形 如果这些弯曲的中乳石是受到外力作用发生的变形 那么其内部结构也许会出现某种受力的迹象 张教授需要找到一块弯曲中乳石的样本 进行切片研究 在云南师范大学的地质实验室当中乳石被切开之后 其内部的形态展现在众人面前 张虎才教授用蓝色的线条标明其实际弯曲方向 用红色的线条标明它理论上应呈现的生长方向 从这前面上清楚就可以看到它的生长线发生了弯曲 这一条就是水平方向 沿着水平方向它应当是里路上的水滴或者物质生长的方向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沿着这个方向在生长 实验显示这些石头的弯曲是沿着固定角度 历经千万年斜向沉积的结果 是什么原因让中乳石在沉积过程中 一直保持着恒久不变的斜向生长呢 经过对蝙蝠洞以及附近溶洞群的考察 张教授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而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由于当时固定风里 是在它的结晶点发生了变化 所以它生长成了这样一个形象 按照张教授的观点 是风把石头吹成了弯曲的样子 这可有点不可思议啊 在自然界当中塑造地表形态的外力 有风有流水冰川生物等因素 风呢在塑造地形地貌上的力量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风石作用啊 一般都是给地貌形态做减法 您看啊 这个在我国新疆哈密有个五补乡 那有个魔鬼城 是这个墙风啊 长期侵蚀 所以这个地方的石头呢 都被雕刻成了如此临寻的姿态 可是这个风是怎么把石头吹弯的呢 这些把石头都吹弯了的墙风又来自于哪里呢 考察显示 九湘溶洞群是我国十分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 在这里 峡谷与洞穴相连 地下暗河和地上河流相连 多层溶洞相互贯通 而边主动的洞体结构却与众不同 它有着独特的细管状结构 洞长2400米 可最宽处却不足10米 最窄处仅有2米 这个洞就像一根管子 倾斜地插入了山体之中 张教授解释说 远古时期 当那些弯曲的钟乳石形成的时候 山体中的很多洞穴是相互连通的 巨大的地下空间里 气流要通过这个细管状的通道涌向外界 于是形成了强烈的风力 正是持续的强风造成了 岩蓉在沉积过程中发生了拐弯 张教授形象的称之为 风吹石弯 风吹石弯 为了更形象的给大家解释这一过程 张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 在正常的情况下 自由落体水滴应当是垂直向下的 是吧 张教授用吹风机简单的给了他一个力 结果怎么样呢 你看下降的水滴就发生了偏移 在蝙蝠洞中 钟乳石在沉积过程当中 长年累月不断受到来自挟管状 动体中强大气流的作用力 于是就出现了弯曲性的沉积 当洞灵水滴落下来 碳酸钙发生沉积 可就在碳酸钙即将沉淀结晶的瞬间 却被风吹离了重力垂直的方向 于是碳酸钙就在偏离重力的斜向位置沉积下来 后面的水滴同样沿着这一轨迹逐渐沉积 经过漫长的岁月就形成了这种弯曲的钟乳石 洞穴沉积物除了流水搬运 坍塌堆积 最常见的就是化学沉积 其中重力沉积的像中乳石 鹅管石损石蔓石铺 较为常见 而反重力沉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卷曲石就十分稀有了 至于生物沉积所导致的石头生长现象 以及特殊洞穴结构造就的风吹石弯现象 则称得上是世间罕见 因此科学价值不可估量 正是许多地理因素的巧合形成了这样奇特的地质奇观 而在后来无数次的地球巨变当中 洞穴环境又恰好让这些景观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这才让后人有幸目睹 并从中了解到了远古时期的气候 生物 洞穴环境等许多珍贵的地理信息 可以说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地球遗产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期节目再会